今年在台南市的宜江 還有新南鄉的外接生的連鎖 一直在增加當中 為了要錄食就設定 為了希望家康的理念 在台南市做工作 或是求學的外國人 有好的職業環境 六江共百里劉 坐一行的副道協助的服務 那針對社府看護工的部分呢 我們就有提供一個 牢固安心的一個計畫 就是由我們專業的護理師 搭配我們專業的翻譯人員 到宅提供外籍看護工 還有雇主還有被看護人 一個直接面對面互動的一個教學 透過我們這樣一個專業的道宅 服務除了能夠提升 家庭看護工的照護技巧之外 也可以解決他們因為資訊 還有一些概念上的落差 所產生的一些衝突的問題 在去年首創一個 移工中鋼體感的一個訓練的活動 目標就是希望可以提升他們職安的一些相關的職能 透過他們實際現場 譬如說吊掛或是捲匣的一些體驗 他們知道說在職場上要注意的一些安全的事項 針對外籍學生的一個服務 主要是因為現在新南向的政策有越來越多的一個外籍生來台南念書 那我們為了保障他求學公讀上的一些權益 我們就跟內政部移民署來啟動了這樣一個關懷服務的一個方案 那主要是去學校還有他實習的企業單位 擔任他們學校啊學生還有事業單位一些溝通的橋樑 劉工都在搭載到儀家儀器的優勝環境 他就劉工還有國主的立場為出發店 提供到各方軟生還有都圓的服務 讓他讓他還有國主都可以安心在台南市打拼 創造到最贏的局面 勞工之用心 移工好安心 那麼喜歡東京紅線的產博多